欢迎回来 这里是周四的月动会课间 那我们在公众号上面有预告过 今天会有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首先有请今天的嘉宾 Dream Catch的全员寒冬 欢迎欢迎 那欢迎寒冬今天做客 其实我跟寒冬私下也是很好的朋友 然后今天其实是第一次在工作的场合 这样的见面 觉得很神奇 对 很特别 那寒冬戏对我们的就是 大家好 我是Dream Catch的寒冬 其实我之前就有看过月动手啊 然后今天坐在这个位置觉得很神奇 等一下 你看的是我的吗 当然是你的 好的好的好的 来自朋友的嫉妒心 一定要是我的才可以 必须是你的 那就是寒冬最近在忙些什么 因为说实话就是我私下闲下的时候 有时候约寒冬他最近就是有点忙 对 因为最近就是在忙一些回归啊什么的 哦 那我们这里算是剧透吗 就是说你们要回归的事情 一点点小剧透吧 哇 但是剧透多了可能就要被赶出普梦了 哦 是什么 欢迎加入Nature 开始跳 开始跟我们一起抖腿 对 那非常就是期待你们的回归啊 那今天寒冬来做客 我们听众朋友们其实发来了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留言 在介绍留言之前 哦 就是我们的这个作家姐姐 要测试一下我们的默契度 看我们是不是非常的了解对方 默契 我非常笃定 可以的 是吗 其实我看到我们俩今天的衣服就很默契 人家都自古红蓝出CP 我现在看到你A一身红 我A一身蓝 我们的头发都是红的现在 哦 那对不起 我没有染一个蓝色的头发 抱歉了 抱歉了 但我们真的是没有商议过 就是直接穿了红蓝这样子 那下面我们就要开始猜一下这个题了 OK OK 那下面就开始了 请听好 我们对方的生日是 百度一下 哎 你很过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一起说出来哦 一起说出来 三 二 二 一 三 二 二 一 三 二 二十六 是不是 是 一 二 十四 对对对对对 来 我们隔着空 Hi-Fi Hi-Fi 果然第一道题拿不到我们的嘛 必须的 第二道题呀 这个更简单了好不好 什么什么什么 说出对方的两首歌曲 啊 这个肯定知道 你先我先 Ka-Fi Ka-Fi 不 Ka-Fi 不 你先 我先 一个是 because 还有一个是啊 就是我想要说的是 就是因为 寒冬虽然我们是朋友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资历上是我的前辈嘛 所以我在没当练习生的时候 我有cover过他们的舞 就是自己把舞 哪个哪个 难道是最累的那个吗 啊 就是最累的那个 就是你们出道的时候 kiss me 那个真的穿得特别累 我觉得能跳起来真的蛮厉害 但是真的是刀群舞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寒冬的存在了 哦 那是我的朋友 哎呀 这是奇妙的缘分是吗 奇妙的缘分 好了 该你了 嗯哼 我必须的就是 Lika Lika 啊 无法掩埋的一首歌 L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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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先把第二首歌说了 哦 其实我 你公哥说 啊 因为这个为什么知道呢 之前我们打歌的时候 就是一起有 在同一个打歌阶段 嗯 对 我们那个时候的衣服 是不是很特别 非常的舒适看着 我当时在待机室 就看着你们的那个monitor 嗯 哇 我说这个舞台装 真的没有什么负担 我觉得 是的 对吧 就是你想在上台前 吃什么你都可以吃 不显肚子 而且 哦 对 不显肚子 而且你想在待机室 怎么休息就怎么休息 对吧 因为一般舞台服 不是会你觉得坐下来会很不方便 或者躺着很不方便 对对对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公哥所的舞台服 就是睡衣 不是舞台型的睡衣哦 是真正的睡衣 就是你去外面店里面会买到的睡衣 就是我们的舞台服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待机室啊 困了就可以直接睡觉 对对对 因为穿的反正就是睡衣嘛 对 从那个时候就知道有你了 当时还是金发对吧 对 当时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金发的时候 后来永远都是黑发 哦 是吗 希望公司可以给我挑战一次 就是其他发色的机会啊 哦 公司听到了吗 希望他们可以翻译一下我这句话 用韩文翻译过来 而且说到LikaLika 就是我们的TMI嘛 就大家不知道的是 在MV公开之前 在打歌之前 其实我有跟韩东就是预告过 我们这次的这个舞蹈 然后刚开始呢 是通过文字和语音 对对对 我非常期待你知道吗 对 我给他讲述 我们这个舞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他怎么听都是 啊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舞呢 我想象不出来 因为我跟他说是 就是在欧罗拉的认知里面 女团里面好像没有挑这种舞的 对 就是下半身特别忙的 你就说 是 我说下半身急取忙 上半身保持稳定 我说 反正在想 什么舞啊这是 对啊 我当时就真的 想象不出来 对啊 后来直到你给我跳了一次 对 而且我们跳的场所是在哪 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 告诉大家 Co-X 没有错 因为我们当时见面 然后那个时候 疫情的管理是不允许 就是大家就是聚集嘛 于是我们就在Co-X的大厅 找了一个小角落 因为我太好奇了 我说你快点跳给我 对 他一定要我现场跳给他看 于是我就在Co-X的一个小角落 应该没有什么人能看到我的地方 就还能展示了一遍我们这个 多腿舞 对 当时他惊讶的 他戴着口罩 我都能看到他嘴张开了 就是说明他嘴张的幅度有多大 但是还蛮魔性的我觉得 是魔性的 因为你当时也说就听完之后 就真的是会记得 对对对对 没错 那段时间我的脑子里面 也只有离开离开离开 什么都没有了 好 那现在呢 就是两个简单的问题之后 好像是要加难度了 好像真的有点难哦 什么什么 需要一口同声来回答 我说一二三之后 然后就要一起说答案 OK OK 好难哦 说实话第一个问题 我是不知道的 我猜一猜 我们对方是喜欢坐火车旅行 还是坐飞机旅行 我已经有答案了 试一试吧 真的吗 三二一 火车 哦 哦 我是火车 我也是 哦 那寒冬你就坐火车的理由是 因为可以看到沿途的风景啊 对 可以拍拍照 然后听听歌 心情都会很好 是是是是 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坐飞机 对 坐飞机其实不是很舒服 对 一不是很舒服 二就是有一种 是我个人有一种恐惧 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在空中的那个感觉 所以我每次就有的时候 在外面巡演之前 就会给家里人发个信息 就是留个言 就说我要飞了这样子 就万一有什么呢 不要老往快出想 人家说飞机出现 就事故的概率是最低最低的 我其实喜欢坐火车 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为什么 是因为飞机上经常玩不了手机 对 没有WiFi 但是我在火车上 我脸上可能会有些慢 但是慢慢悠悠晃晃当当 我看个视频啊 就是刷刷网络啊 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 对 而且坐火车 其实晃悠悠悠睡觉 还蛮舒服的 没错 第一道题就猜中了 第二道题 喜欢白色还是黑色 试一下吧 OK 来吧 三 二 一 黑色 但是我是黑色和白色都喜欢 就是我的衣服最多的就是 黑白灰 对 黑白灰这样子 然后平常可能穿黑色多 是因为黑色比较耐脏 好耐脏哦 在练习室 比如说就是衣服一脱 往那边一放 白色会太容易脏了 对对对 很容易脏 那寒冬也是黑白都喜欢 对 我是比 相比白色更喜欢黑色吧 因为黑色的话更帅气一点 哦 更帅气一点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呢 是因为我感觉啊 我跟你好像出来见面的时候 你穿就是all black 就是这种的次数很少哎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诶 大家想到的 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哇 这又是 今天是个TMI大放送的 这个时候啊 这个我来说 你说吧 叫我来说 寒冬你来解释一下 好 好 好 就是呢 我曾经对于寒冬 就是他换不换衣服这件问题 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思考 为什么呢 就是我跟他每次见面 他都穿同一条裤子 哎 我就 有一天我终于问他了 我说 你是不是不换裤子 为什么你见我 总是穿这一条裤子呀 对 就真的 真的就很巧 嗯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那条裤子上 写了欧若拉是吗 我每次就是 这条裤子其实也不是经常穿 但是每次见你 我就把这个裤子拿出来 哇 你下次就是 哎 这样子 你看到这个裤子 就会想起我哎 对 就是一个代表 是一个 就哪天穿一条裤子 本来今天咱俩没有约 穿一条裤子 啊 不行 今天得见下欧若拉 穿那条裤子 你要是哪天 就给我拍一张 你裤子的照片 我就知道 哦 你要见我了 多么浪漫的事情啊 天哪 但是为寒冬洗证一下 他是换裤子的 我是换裤子的 大家我是换裤子的 换裤子的 韩东是 韩东做一个女团 是换裤子的 她只是见我的时候 不换裤子而已 好过分哦 我就这样子说 哎呀 我们是这么好的关系 是的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不要在意 下次你穿什么裤子 都可以了 好 最后一个题了 这个题很简单了 什么 更喜欢唱歌 还是更喜欢跳舞 嗯 我们 三 二 一 唱歌 哎 哎 你猜我是唱歌吗 好 因为我知道你会因为我 可能我会喜欢唱歌 然后选唱歌 哦 是的是的 因为毕竟 韩东的这个 就是他的担当是 主唱担当 对 你是 你是dance 对 我是dance 但是最近因为 李卡李卡跳太多了 所以我有点想唱歌 李卡李卡跳多了 你的腿会觉得很累 哦 真的 我试过 我真的常试过 就是这个东西吧 就是你时间长了之后 你就有点 同编了 你知道吗 对 而且你会发现 你的小腿肌肉 就是有点 坚持不下来了 所以这个舞跳多了 你会真的是 啊 我好想休息一下 我唱唱歌吧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啊 为什么我不是一名主唱呢 这样我就可以在 大家狂跳的时候 自己站出来 就是唱 一个人站在那里 对 对 我经常有时候羡慕 主唱的一点就是 我们的主唱就是有一段 我们在中间 就是这样甩头啊干嘛 然后主唱震到去 耶 那个时候我好羡慕他 对 因为我不是主唱 所以我只能做 那个甩头的人 但是也蛮帅气了 是的 甩头 甩头总比甩腿好嘛 好 那我们还是很有默契的 对 我们应该只错了一道题 错了一道 对 黑白 就是黑白 但是其实是因为咱俩 其实黑白都喜欢 其实差不多 对对 所以四舍五入 我们全对 对 鼓掌 哇 这个音效给的很厉害啊 哦 那现在看一下 就是大家发来的 这个现场留言吧 我们含东西 先给我们读一读吧 嗯 哈哈哈哈我还会信一信 你加这个哈哈 它主要是前后都有哈哈 哈哈一点都不搞笑 你这个有点阴阳怪气了 还有鸭鸭鸭说的默契CP吧 那就是 我们的默契就是不用提前 不用提前说 我们就可以 好那读完这个现场留言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听一首歌曲了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我旁边这位的 他们的组合 Dream Catcher的 Because 您刚刚听到的就是 来自于Dream Catcher的 Because 那下面的时间 就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吧 第一个请我们的寒冬来读一下吧 好的 2 东东和欧尔拉 东东和欧尔拉应该是在 亲你二中成为朋友的吧 很好奇在那之前是不是已经认识 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姻缘呢 挺遗憾 在节目中东东和欧尔拉 没有能一组进行表演 如果有机会的话 有什么想要尝试合作的Cover吗 非常期待 小网马上要回归了 也是东东一起参与的第一张正规专辑 对 预祝东东还有小网 正规二回归开心顺利 一定要注意健康 同时祝欧尔拉 还有Nature 众员们 Rika Rika 莫放快乐 谢谢谢谢 期待下一次更好的作品回归 斗腿舞真的很魔性 感谢这位听众的留言 又将我拉回了Rika Rika的回忆之中 那其实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 就虽然是在放送中 就是Gunggoso那次 但是真正的认识 还是在 真正的认识还是在亲你 对 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说话什么时候吗 记得就是大家坐在一个长桌子 那个地方 不不不不不 是我记忆出差错了吗 咱们那个什么 咱俩第一次就是 就是真正的认识 应该是在那个 那天去宿舍之前 在那块等电梯 你还记得吗 就每个人脱个行李箱 对 是那个时候 突然勾起来 那个时候 比较寒酸的回忆 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困得 已经就是 真的 真的眼睛都睁不开 就是说实话 录出舞台的时候 这天不是有休息的时间吗 我真的就是头痒过去睡着了 对 我们当时都三点钟才录的 就当时真的是通宵 对 就大家看到那个节目 可能就是 初五台两集就过去 但是我们是连录了 大概两天 两个大夜这样 对 哇 又提起那个时候的 不要提了 心酸历史了 然后如果说 咱们两个有机会的话 有什么想尝试的cover吗 哇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觉得就是 寒冬可以跟我们cover一下 就是这个 L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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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不行 那等下一次我们回归 你可以cover一下我们的歌吗 那你先把Lika Lika cover了 我这个人一点亏都不带吃的 中国人不为难中国人 你突然这么一说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那这样吧 你把Lika Lika学一学 我把你们 那你们下个舞难吗 不难 但很累 我是不是 撕泡了什么东西 是不是撕泡 但是说实话 你们的舞好像都没有很轻松的吧 大部分都比较累 你们大部分都挺累的 我们好像只有Lika Lika特别的累 下半部分特别累 而且只直线你下半部分 其实你上半部分也累 你上半部分保持稳定 因为不稳定会有个结果 你脸上的肉会动 脸上的肉是怎么保持的 因为就是你一定要上半身很稳 然后下半身疯狂动 就是你的 你要想象我的上半身和下半身不是一个人 我下半身有那个非洲部落人民附体的感觉 你才可以那样子跳出来 所以你到时候尝试的时候一定要 我会发视频给你的 好的好的 我很期待你的视频 感觉给自己挖了个坑 来我们这儿的都被我坑过 差不多 感觉你不会放过每一个嘉宾 那是 冰濟今天你来了 我就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这个Lika Lika 你是不可能逃的 毕竟之前我都就是提了那么多次了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的留言是我来读一下 哈喽东东 我是刚入坑两周的baby 你就不能这个insomnia insomnia insomnia 对 那不过在青春有你的时候 我就认识你跟Od了 那不梦王的舞台和teamwork非常帅气 不仅是主打歌 收录曲也都很好听 那东东最喜欢的收录曲是什么呢 还有对于这次回归东东最期待的事情是 不梦王fighting 东东fighting orafighting 悦动首尔 感谢您的 感谢您的 哇 我最喜欢的收录曲哦 嗯 我们的收录曲 真的都非常好听 是因为你们的歌 哦 那说你的收录曲这个时候就是给大家卖个关子 因为我们俩聊得太开心了 所以现在该到了放歌的时间了 大家猜一下韩东最喜欢的收录曲是什么 那我们先听一首歌 来自一首Nature的Olegro Concept Olegro Concept 这个歌名真的好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月动首尔 那坐在我旁边的依然是今天的特别嘉宾 韩东 哈喽 我是韩东 那我们承接上文哦 你最喜欢的收录曲是 你看我接的是不是很紧密 很自然 现在我也很专业了 我最喜欢的收录曲呢 就是一首 其实我们真的收录曲都非常的好听 是的 很难选 没错 但是呢 跟我们主打歌有些反差的话 我就选一个parallet吧 选一个情歌 叫北极星 北极星 对 一听名字是不是就很美好 一听名字我想到了我自己 因为我是极光 我以为你是因为爱我 我以为你会说 选北极星 因为今天一曲Ora 对 你说 没有啦 开玩笑了 是 是因为你了 大家一定要去听这首北极星 我希望你穿着那条见我的裤子 听北极星 这样你才能想到我 想起你 是的 是的 为了让你为了让你这个想起我 是 但是这首歌真的还蛮好听的 推荐给大家 是的 大家多多去听这个北极星 听的时候顺便想想 我这个极光Ora 顺便想想 韩东刚对我说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第二部的时间 还是继续就是看一下 大家给我们发留言 那请韩东读一下 我们这个第二部分的这个留言吧 嗯 在哪里 东东 好想你 啊啊啊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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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哦 不要生病 生病真的很难受很难受 然后要一直一直很开心 快回归了 你们一定很辛苦吧 要注意休息呀 马上你就要生日了 对马上我生日了 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呀 爱你爱你 偷偷提点问题 通报有什么小零食推荐呢 好想吃小零食 但是不知道吃啥 还有想看男男的照片 果然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是 我们的身体健康 那我也希望就是我们 约动首尔的听众朋友们 然后博物网的粉丝 Nature的粉丝 然后还有就是 大家所有都可以身体健康 健康最重要 没错没错 那我们这个东东 听到粉丝的这个留言 有什么感想吗 他说有没有什么小零食推荐 其实小零食的话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 那种魔浴爽你知道吗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今天来之前 我有吃魔浴爽哦 真的吗 我在家里狂啃魔浴爽 真的吗 我现在也是因为 你有这么好的东西 都不分给我一点 魔浴爽嘛 就是 那个中国街买得到了 对对对 还蛮好吃的 是的 而且就能是魔浴不太长胖 不长胖 主要是的 哇 果然没你们的喜好 都是相同的 自己夸自己 真的是太过分了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就是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下一位朋友 指突寒冬 如果有时间 如果有时间 再学习一个技能的话 会学习什么呢 然后祝姐姐天天开心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比较想学习架子鼓 诶 你这个反应 就是没想到 就是因为你们是一个 你们的组合的曲风 是要摇滚 摇滚 所以架子鼓嘛 其实我就觉得 架子鼓真的还蛮帅气的 其实之前有学一点嘛 有学一点 但真的是很初级的阶段 所以有机会想要 再延续下去这样 哇 我很期待 你谈 就是你挑架子鼓的样子 因为 为什么我刚那么惊讶呢 就是 就是感觉 你给我的感觉 不像是会 是不是感觉很高冷 那倒也没有 就是说 高冷不至于啦 就是因为寒冬 其实是一个 比较慢热一点的人 对 我觉得很慢热 刚开始接近话的时候 会觉得 接近他会觉得 就是话比较少啊 或者是怎么样 后来才发现 这个人就是慢热 所以你突然给我来一个 架子鼓 有点反差是不是 很反差 原来你是这样一个 反差美女 还要边甩头发 边敲的那种 对啊 甩着你的红发这样子 原来你是想学架子鼓啊 对 今天学到 等你过生日 我会买一个 那个儿童用的 儿童用的那个 小架子鼓模型 好的 我会好好练习的 大的架子鼓 我现在可能是做不到 小的架子鼓 OK OK 等你年龄再大一点 给你买大的 等我年龄再大一点 这个话怎么怪怪的呢 就是咱们不是 等你架子鼓技术 再成熟一点 OK OK 我又看到这个 我们的现场留言 这个DRAGONFLY 说今天有信 能看到二位美女的撒娇吗 好想看你们俩撒娇 没看过 你没有就是撒过娇吗 我不怎么撒娇 你不怎么撒娇 刚好我也不怎么撒娇 那我们这就别撒了吧 我也觉得可以 我也觉得 你知道吗 其实这位朋友 你如果说什么 今天有信 可以看到 寒冬的撒娇吗 那我欧罗拉 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就今天给寒冬 把这个碰挖了 就不会放过 他绝对不会放过 但是你一下 就是把我也拉进去了 二位美女 我这个人 有种什么心态呢 就是死道有不死贫道 但是贫道也不能死 所以咱们两个 一起安全地 度过这个 那我们寒冬 也读一条 现场的留言吧 来自6430的朋友 드림캐쳐 한동님 안녕하세요 한동님 给 질문이 있습니다 무엇을 먹고 이쁜신지 궁금합니다 그리고 오늘의 TMI는 무엇인가요 무엇을 먹고 머유쌍 你知道我准备 说什么吗 쌍 우리 삼녀들 사랑을 먹고 哇 比我这个 摩유쌍的回答 不知道高级了多少 可以可以 那 韩冬 小姐姐好久不见 我上次见你是 亲你的时候 哇 那真的好久不见 那是两年前了 不知道你现在 过得好不好 要保重身体 巨石一团火 散事满天心 敬妹们 都加油 加油 加油加油 哇 那你两年前 看到她的时候 我们的韩冬 还是短发呢 还是黑色短发 还是黑色短发 后来她就是长发了 后来就开始 无限的循环的颜色 对 就开始变换颜色 然后 而我 还是一模一样的短发 没有啦 你也有调染什么了吗 就是这么 两条啦 两条 就是可以忽略 不计的那两条 爱豆要染发呀 我也好想就是 爱豆就是要染发 对 想要染个发 试一试呢 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还有有一个朋友提醒我说 各位记住重点 舞蹈不难 但很累 说你们那个舞 他是想要小心 就是不要被你挖了坑 还有来自小陈的说 两位互相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你对我第一印象是什么 其实我的话 这样就是 其实有一件事情 你还记得咱们 好好说 突然前辈的威压是吗 你还记得就是我们 其实请你出舞台 之前的那天 有彩排 对不对 然后你们当时 彩排完 在你们后面 你们在我们前面 然后你们出来的时候 看到一群人背对着你们 面对着墙 你还记得吗 就是我们 因为那个时候 节目组是不让我们在节目 开始之前 互相看到对方的 但是我其实知道 你在那个里面 我其实特别想转身看一下 就是我的前辈 就是想打个招呼 但是工作人员不让 我就对着墙 我当时觉得你们 真的好帅气 你知道一排 人站在那里 穿着黑衣服就这样 而且我们当时 那一群人 就是曾可妮 对 个子都很高 平均身高 我最爱 我起码有1米6八 我是最矮的人 然后我们还穿鞋 是什么马丁靴嘛 底儿特别厚 我本来1米6八 我垫一个增高垫 才能勉勉强强 赶上他们的身高 曾可妮跟留恋子 那么高 他们也垫增高垫 我说那这是要逼死我吗 于是我出舞台的时候 我在这么 就是底这么厚的马丁靴上 我垫了两个增高垫 就是为了让自己 显得不要凹进去 那你没有不舒服吗 跳舞什么的 我可太不舒服了 但是如果他们 能把增高垫卸了 那我就能舒服一点了 但是毕竟为了舞台上 好看一点嘛 就是大家 该垫还是垫 还是要垫一点 对 我就多垫俩呗 然后我对的第一印象 其实是背对着你的 我当时其实特别想回头 看一下你跟你打招呼 但是因为这个要求 然后没有办法 那我们的寒冬 对我的第一印象呢 其实我正式跟你打招呼 是我们当时在 大家坐在一个桌子上 然后吃饭 长桌是吧 对 然后节目组说 你们互相认识一下 然后大家就开始散开了 你知道吗 对对对 然后欧拉就跑过来 哇 这么官方吗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我当时很想转头 但是没转成 然后想说 什么时候能见面 什么时候能见面 然后到那个长桌上面 终于可以说说话 但是那个时候 又不是一个很私下的场合 不能哎呀呀 就是大家就那么多人 然后就有事像机 对 所以我就非常的 遵从了一个后辈的礼仪 然后就 对 我就想 我当时觉得 哇 终于打招呼了 终于 终于 我终于转身了 对 我看到评论说 说168叫矮 我要哭了 我真的不矮 我从来不觉得我矮 是他们太高了 不是我的问题 被逼成这样了 真的是活生生的 被逼成了这个样子 对 寒冬好像身高跟我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对 哇 你想象一下 就是在 其实我们都觉得 自己身高不算矮 对 我还觉得还挺高兴 还挺自豪的 我有一米68 突然发现自己 原来是这个里面 最矮的 哎 真的是让人 非常的 那个什么 那个啥 对 哎 那我们要不要 先来听一首歌曲 好啊 等一下 在听这个里面 我看到他们拒绝 我的撒娇情 就好上线 哎 我教你一招 就是你再发一条 你让寒冬撒娇 然后我就会努力努力 你不要给我挖坑 好不好 哎 这条 这条我们到寒冬 没听见啊 就是我悄悄 给这个听众朋友们 说的 你就悄悄多发几条 我就假装 一不小心看到了 然后我等会就 对 让他撒娇 然后寒冬 你先准备一下 来自于Dreamcatcher的这个 Teja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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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欢迎回来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 就是来自于Dreamcatcher的 Tejabu 那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大家的留言 还是我们的寒冬 先来 好 你好 冬冬 我是广州森的 LOKIPAO 想问冬冬 软发循环 还在进行中吗 青发 红发 奶奶灰 蓝灰 需要给你记忆 持生发产品 给你推 给你维持发量吗 我就可以啊 可以啊 寒酸 我太有点悲伤 现在读到这里 还有好想看点 看到你们回归 我已经刮了好几个月了 都刮到发际线都上升了 期待你们回归新作品 加油加油 加满油 说到这个发色 确实寒冬就是回来之后 就是染发没有尖断过 我没有断过 对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是黄发 对吧 金发吧 对 那个时候好像是什么 还是本来的颜色掉了 之后是金发 对 那你最喜欢的发色 我还是最喜欢金发 啊 确实 我当时看到金发 我说金发还蛮适合你的 是不是 是 就是总是在节目里面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黑发嘛 对对对 他看到金发的你一种 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真的吗 嗯 你有什么最喜欢的发色吗 我啊 我其实很想试试 红发或者灰发 灰发应该也挺好看 对 或者是就是调染 什么刘海染啊 这种 对 我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 黄发 嗯 嗯 也挺好看的 会有一点 发质看起来像稻草 啊对 但没有办法避免了 对 而且我本来发质就干嘛 突然聊到发质的问题 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美妆美容节目 回到正题 对 回到正题 继续来看留言啊 就是 东东好啊 我是 我爱吃莲物 那大家都夸你的自拍 为奇迹东东 哇 奇迹东东 那想问问你有什么 自拍的小技巧啊 那还有就是提前煮东东 生日快乐 天天开心啊 谢谢 哇 你的自拍小技巧是什么呢 自拍小技巧啊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小技巧 就是把那个 就是长得好看就是应该 没有 就是把那个相机吧 调到适合你脸部的那个 哇 我还想说 就是你在这里 给我们演示一下 就是你的自拍post 你告诉我 是把相机调到最适合 适合自己的比例 原来是这样 你拍照之前 可以先用远相机 试一下自己左脸 还是右脸 哪边好看这样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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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得出 哪边更上镜 我猜你是左脸 你怎么知道 因为像我们这种 会偏分刘海的 都会把好看的那边 露出来 是的 所以我看你这个 这刘海偏分 果然有经验 因为我如果披头发的好 我也是把左脸露出来 因为左脸会好看一点 对 那继续再来看一下 大家的这个留言啊 来 韩东你来吧 嗨 两位姐姐好 啊 看到我们的静媚怒 什么 梦幻联动啊 好开心哦 好希望被读到呢 东东呀 中文的小网 给玉贤和芋佑姐姐 介绍中国临时那期 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东东还有没有其他 还有没有给其他的姐姐 介绍更多的零食呢 她们有没有非常喜欢 在这里我想强烈 向你们安利一下 摩浴爽 你很懂韩东 她刚刚在这个里面 安利过摩浴爽 刚才说过我喜欢吃 我超级超级的喜欢吃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欧拉姐姐你真的很漂亮 谢谢 哦 谢谢 带到后面说 括号 当然没有说 东东不好看 我都很喜欢你们 对不起 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求生欲很强哦 往一碗水端平 你知道吗 端得非常好 对 然后我很喜欢Nature的 Girls 这首歌完全全是我们的取向 哎 20年的时候 东东和你都没有参加 团队的回归 我感到非常的可惜 我也是 但是你们最近的回归 都是很不错的 谢谢 看到大家已经回到了 自己的队伍 真是太好了 20年我看了 青春有你二 可是我在你们出赛的时候 才喜欢上的 我真的是很后悔 当时的我是一名 四年级的小学生 四年级 哇 如今的我 已经成了名六年级的小学生 还是好小 转眼睛就要毕业了 我想要考到 其他更好的学校去学习 希望两位姐姐 可以给我一点鼓励 括号 这是真的可以的吗 我真的会哭 可以可以可以 我也祝DreamCatcher和Nature 可以越来越火 回归成绩一次比一次好 加油 我们一起成长吧 哇 六年级 而且她还是两年前 她是小学四年级 现在是六年级 哇 我要是回忆 我的小学 有一种要从那种地里面 刨很久 才能把我的小学历史 刨出来的那个感觉 真的很久了 真的 哇 好可爱哦 六年级 那她现在应该就是要考初中了 是不是 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 加油加油 也希望我们能给你们 带来一点正能量 是的 就是平常上学的路上 就是你去上学的路上 你就听就是我们的 Lika Lika 为什么呢 因为你早上起来不是会很困吗 你听Lika Lika 你就醒了 对 然后放学的时候 就听我们 DreamCatcher 可以听一下Chase Me 对 或者是刚刚那首 北极星 北极星 是不是一首抒情曲 刚好就是今天结束了 一天的这个工作学习 非常的 是的 是 早上Nature 晚上DreamCatcher 对 我是不是押韵了 早上Nature 晚上DreamCatcher 我原来有一个 担押 Rap的君子 哦 有有有 有天赋 有天赋 看来以后我要去就是 可以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对 以后我就不要在那甩头了 我在中间唱Rap 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那下面的这位留言 一定要听一下 是吗 我来读一下 他的名字叫 我是时光机 他说 今天物理光学 开始讲光的特性了 物理老师说 光是频率极高的电磁波 又说光是粒子 因为有粒子特性 光到底是什么 原来光是想你 就用尽了力气 Oh my god 没有想到 这是一个土味情话吧 我也是一个什么科普的 一些什么 东西 原来是土味情话 那接下来 该我了是吧 是的 今天去医院体检 年纪轻轻的 我居然骨质疏 疏松 骨质疏松 经个仔细的排查 原来是因为 我想起了东东 骨头都疏了 腿疼了一周了 我又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我骨头里有东西 拍片子一看 好家伙 原来是我喜欢 东东 喜欢到了骨子里 这篇比上一篇还厉害 更过分 这就是土味情话的最高境界 但我们粉丝真的很会说土味情话 也太会说了吧 因为其实刚刚进来之前 就是 寒冬有问过我一个土味情话 我这么一比起来有点 有点太弱了 对啊 太弱了我那个 我那个是什么 来 试一下 来 试一下 来 试一下 寒冬 你知道你现在走的这条路 是什么路吗 什么路 爱してる 就是 跟你们这个比起来得相信 那我还有一个 好嘞 你知道我想吃什么吗 你想吃什么 吃的看着你 Oh my god 但是还是我们的粉丝比较厉害 对 还是粉丝的这个 境界好高哦 对 其实啊 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时间 又差不多了 要到结尾了 但是呢 我这个人不会放过 什么 任何一个来做 我跟你说 就是这里大概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太多 我就是两个手数不过来了 就是什么 咚咚姐姐的声音这么好听 撒娇肯定很可爱 等着咚咚的撒娇 好想看咚咚的撒娇 看咚咚姐姐撒个娇 咚咚撒娇吧 这里有一个咚咚朝我这边看 欧迪撒娇 看不到 欧迪撒娇 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蓝色的 量取胜了 就是少数服装多数 绕门寒冬撒娇的 一起怎么样 怎么一起啊 就是 怎么一起呢 这样吧 你先撒一个 你先撒一个 我学你 不行 你是前辈吗 前辈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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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知道 当前辈的不好了吧 我一个后辈 怎么可能抢在前辈前面撒娇呢 不行不行 感觉被后辈欺负了的感觉 前辈要给 挖了一个坑 前辈要给后辈 就是做一个榜样 来吧 撒娇 我真的很不会撒娇 其实我也不会 咱俩要是会的话 就不用再推拉这么久了 是的 明日当太久了 来吧 你倒是开始 真的不做了 我继续做了 怎么说呢 就是 还差一点点 这个还好一点 这个还好一点 我觉得 我觉得失去了自我 刚才那一下 看完寒冬撒娇 那我 该你了 我来个什么呢 压轴咯 你一说压轴 我这样吧 我虽然不会撒娇 但是我们队友会 我模仿一个他 OK OK 就是我之前看过队友 我觉得你要放大招了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模仿他 我也 我带着 就是一个 简短的撒娇 对 其实这个要配上 就是那种可爱的表情 就比较好 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因为现在 戴着口罩 限制了你的那个 对 有点限制我的发 等疫情结束之后 有时间 他说要发视频上传 这是哪里有第二个 欧罗拉告诉你吗 就是坐在这里的欧罗拉 并没有讲这句话呢 好吧 放过你了 什么叫放过 来自于前辈的宽容 但是前辈刚刚撒的 那个胶 就是欧迪本人没有 就是说特别满意 因为有一点就是 在那个要撒不撒的边 这是什么形容词 要撒不撒的边缘 就是 哎我要撒了 我有点不敢 收回来了 要不然这样吧 就是我们来一个 简短的 但是就是一次性 就是一击即重的那种 好 的撒 撒娇好不好 怎么怎么弄 我看一看 要不然 这样吧 就是还是 刚刚那条留言 你撒娇的 给我们读一下 哪一个 就是那个 今天去医院体检那个 就是说 你就说最后一句话 原来是我喜欢 你就说你喜欢 你的粉丝 喜欢到骨子里 撒娇的说就好了 原来是我喜欢 喜欢到了骨子里 好的 那伴随着寒冬的撒娇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此为止了 那也希望寒冬以后可以经常过来玩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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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